看看这个六十年前的裤子扭扣烂的剩下半个了 今天要给各位分享的是四件我最近在泰国清迈买的故作 What? 死人穿过的衣服? 前段时间炒蛋去了泰国清迈早就有听说泰国故作的价格跟买菜似的 于是我Google了一下清迈的故作店 最后发现了这一家Takian Store 这家店在清迈大学后门的小巷子中 看着店面不大 但是里面的故作都很棒 我说的棒不是普通那一种棒 而是WOW那一种棒 Tonda的赛车外套 米奇的帽子 帆布鞋 平向颇好的短袖 还有镇店之宝普莱西德湖1932年冬季奥运会的Adidas是唯一 因此回来我还专门去搜了一下08年北京奥运会的古作 最后我找到这个 或者是这个 重点是这店里面的价格大部分都是100多块钱人民币 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这么富有过 因为国内的古作店我也逛过许多家 但是里面的那些外套价格呢 起步都要299或者说399 而在这里我买了三件外套 一条裤子 然后我妈买了一双鞋子 一顶帽子 那么总共的价格呢 大概就 第一件要跟各位分享的是这一条裤子 一条来自1960年代欧洲法国的工装裤 实话实说 经过岁月催残这条裤子的品相其实不太好 例如这个侧面的扭扣已经烂 剩下半个了 然后前面裤裆的那一个扭扣呢 直接就没了 挺尴尬啊 现在这条裤子穿起来呢 旁边漏风 前面也漏风 我看这60年前的法国人还是挺有想法的 但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这是一条真正意义上的工装裤 而且不是现在潮流品牌的设计里面借鉴灵感打补丁 然后卖死贵的那一种 因为它里面打补丁的地方是真的烂的 我们可以Google一下French World Village 然后就可以发现过去的工装裤都会在烂的地方打补丁 这种法国工装裤其实是一种非常经典的单品 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 第二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科学发展使得大量的工人进入工厂从事生产 工装呢也成为工人们在工作时候的最优选择 同时除了工装裤还有工装夹克 发展至今呢其实都已经成为了市场圈里面必不可少的潮流元素 我突然想起来我前两年买了那一条内部户 稍等一下 对比一下这一条内部户卖的死贵的补丁拼贴 从裤型到细节都可以说是以这一种工装裤为灵感的 一条2900多 一条100多 这不叫设计这叫生活的艺术 在这个店里面我还买了另外一件工装外套 来自欧洲丹麦的一个工装品牌叫做坎萨斯 虽说这个品牌在我们这里是名不清赚 但是人家这个品牌呢在欧洲好像做那个专业的工装 已经做了大概有90多年的时间了 At Kansas we work for those who work 是这个品牌自我介绍里面的第一句 就显而易见这个品牌其实是一直都没怎么涉及到时尚领域的 所以它跟Kalha这些工装品牌比起来呢就没有那么出名 但这些衣服呢还是莫名的有许多非常有特色的地方 例如它的领扣用麻绳代替了 例如它的袖子还有胸前呢有许多个TED 例如这一个神秘的图案 甚至背面还有最近几年制霸潮流圈的首贵元素 这充分证明了潮流就是个圈 而我们就是圈里面俊鸟着的猪 现在我们这样的话你2000的猪本来要4个工人 现在只要一个工人就可以了 说实话我还没买过这一种风格的衣服 就熟悉我朋友都知道其实我平时穿衣服呢是穿的比较运动一点的 而这一件工装夹克的风格呢还是比较 2020年尝试一点新的东西嘛 Vidual Alburo也说过了 Vidanger is the future Street wear is there 各位今年大可放心的去尝试入手一点性价比比较高的补桌 尝试一点不同的风格 毕竟球鞋现在基本都在翻炒 高位入场除了证明你钱多呢也说明不了什么了 第三件是各位已经看到腻的米奇老鼠卫衣 正如我在之前视频里也说过了 今年鼠年米奇元素的服饰都成了爆热款 尤其是卡通类型的古着衣服都是非常受欢迎的服饰 品相好一点的呢在国内常常能卖到300-500多块钱 看这个type不知道这件衣服是不是在迪士尼买的 反正这件衣服的上升效果呢还是蛮不错的 第四件是美国坎萨斯大学押音队的Pullover Jacket 这个坎萨斯呢是美国的坎萨斯州 而不是刚刚我们说的那个欧洲丹麦工装品牌坎萨斯 感染球跟棒球我不知道啦 但是坎萨斯大学在NCAA里面一直都是一只不容忽视的传统强队 这个大学出过呢像Chamberlain 然后还有Paul Pierce Joe and Beat 然后还有Angel Vikings 还有太阳的那个乌布雷啊 然后还有莫里斯兄弟啊这些等等等等的NBA球员 因此如果碰上有他们球队的什么外套啊 然后裤子啊短袖啊 那我还是会尝试入手的 而我想说正是这一个 我一开始对古卓产生兴趣呢正是因为 现在许多古卓店里面都能谈到一些关于球员 或者说球队的周边呢外套啊还有短袖这类的东西 慢慢慢慢再到后来呢 我才会对香港我们说的那些工装库啊 我工装外套才能兴趣 例如我经常穿的这一件06年超级晚哈英队铁人的短袖 就起码衣服上面的东西呢是有意义的 不让我想去了解一些东西 而不是anti秀秀秀秀秀秀 这件外套的版型相对还比较宽松 春季的时候里面可以套一件保卫衣 然后它的防空效果还不错 今天广东刚好降温 我们出去看看这一身郁寒防空效果怎么样 看一下看一下 现在的温度是10度 生气了 走走走走走走 除了Takiyang Store以外 我还去了清迈的另外一家也是比较有名的古着店 叫做71 Esports 但是里面的东西真的妈妈贼 尤其说它是古着店呢 不如说它是一家二手商店 而且里面的那些衣服的款式呢真的非常的一般 就都是什么杰克琼斯啊这一种二手的衣服 所以如果各位想去泰国逛古着店呢 大家可以直接就过去Takiyang Store里面逛一下 因为里面的那个老板也比较nice 你也可以跟他聊一下什么的 至于地址呢 各位可以直接在Google Map里面输入Takiyang Store 那么里面呢就会有它的地址跟着导航过去就完事了 那么这一期视频的内容大概就这么多 不知道各位其实对古着是感不感兴趣 如果各位对古着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在弹幕或者说评论上面告诉我 那么在之后呢 我可以再做一期关于古着购买时的注意事项啊 怎么挑古着买哪一些古着会比较好一点的视频 周周这期视频呢就取决于大家看大家想不想看 如果反响够多的话呢 那么在之后我就会再做一期就说那么多 各位记得保重好身体 我是草丹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Peace Peace